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六世纪 碧马豆向中国进献鼻烟作为共品 中国人把鼻烟放进具有传统美感的瓶子内 于是有了鼻烟壶 传统文人雅士运用各种材料和技法 创制了鬼斧神工的内化画法 成了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 享誉世界 目前确凿记载的 就是1816年 叫甘宣文的一个艺术家 作品题材一个是传统的山水 因为那时候用传统老边湖来进行绘制 足够笔吗 站一点 画一点 站着画一点 最早的题材受工具局限 还就是山水书法比较多一些 内化与国画的画理相通 研习了国画的沟 村 擦 染 点 丝 但作画顺序与国画相反 比如同样是画山峰和树木 国画先画好山再画树 内化是先画好树再画山的颜色 不然树木被删 遮挡 显现不出来 这次我要绘制的是原神中的一个叫 黎月地区的三个场景 绝云间 火牢山和澳藏山 原神这三幅风景画 是我结合国画和油画的技法进行绘制 让场景更气势磅礴 颜色深厚 层次分别 绝云间 虎牢山和澳藏山的绘制 难度在于颜色的还原 颜色整体偏灰调 得混合国画和油画的颜料一点点调 全凭经验来判断颜色是否合适 山体用到了蓝色 紫色和白色 通过颜色的浓淡变化 把山的这个暗面 亮面画出来 让山体有了立体感 但这个山和传统国画的山又不一样 虽然会用到这个村染 主要是用油画的色块来绘制 波光里里的湖水 是通过村染和幼色来实现 高光的地方呢 还得用到了屏息 显得特别同 一笔一画 把原神的千里风光 收藏在方寸之间 内画技法大多研习自国画 以中国山水为灵感源泉的原神场景 与内画结合相得一张 我是跟着我的父亲来接触内画 可以说从13岁就开始接触内画 在我印象当中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 父亲说你一定要把它精益求精 你要经历住推敲 经历住把玩 这样的一个艺术才能叫艺术品 我就一辈子有眼记住了这个事情 包括跟我的徒弟我也是讲 作画当中要认真 就是说有能力的情况下 做到极致 传统的湖 口径只有一厘米左右 空间狭窄 画好内画 笔很重要 内画手艺人的勾笔 都是自己手工制作 勾笔的笔杆与笔头呈梯形 只有两毫米大小 以细小的特制勾笔深入湖内 在方寸之内反向绘画和写字 后来我父亲受这金属丝的启发 就做成金属管勾毛笔 金属管可以弯过来画 画完之后再弯回去 灵活自如 可以说这是对内画的一大特殊贡献 线是内画的精髓 显得粗细起落 曲折变化要精准 这两幅画表现的是原神中的仙人 薛月驻阳珠阳真军 离水叠山真军和流云戒风真军 左时右虚 虚实结合 以此实现了能力体感 这个勾线时要轻柔流畅 疏密相衬 让图案更真实 原神的仙人有中国神话故事的韵味 我们也有创作神话题材的内画 比如嫦娥与玉兔 内画手艺人喜爱创作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题材 包括五牛图 龙凤图 前程四锦图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寓意吉祥 实际上在我们别人当中 这种吉祥的图案也是很多的 不露受洗 尤其是福 给人一种祝福美好的祝愿 画中有故事 心中有期许 原神这个题材 这个故事 很吸引人 通过这种非议的形式来做 可以说给我们拓宽了一个题材领域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尝试 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守护 内画已走进大众 上至博物馆 下至商铺 处处可见 传统内画 依然成为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一部分 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寸天离地 记录万象 担己之刃 守护飞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